天天牛丁 首先洗乾淨蝦米 用清水浸半小時 把蓮柳洗乾淨 切頭尾和披上皮 把蓮柳切成小小粒 浸好蝦米之後 印乾水 分別切碎蔥、芫荽、紅蔥頭和蝦米 用中火燒熱少許油 炒蝦米兩分鐘左右 聞到香味就可以拿起備用 把豬肉洗乾淨 印乾水之後 切粒再剁碎 豬肉最好自己剁啦 因為真的會好吃過用雞攪碎的很多 我用了腩肉來做 怕太肥的話 可以改用半肥瘦的梅頭豬肉 剁好些肉之後 放進大碗裡 放糖、沙粉、油、水和蛋白攪勻 之後加鹽、棉藕、蝦米、蔥、芫荽和紅蔥頭 用手揉勻 然後搓到肉粘手 成為一大坨 拿起整條肉搭進碗 搭到它不容易散開 我都搭了大概四五十下 這裡大約可以做12塊藕餅 拿一份出來 用兩隻手來回 達成一個個不容易散開的餅 用中小火燒熱些油 放些牛餅下去 不要放得太壁 隻鍋不夠大就分兩三次煎 然後蓋上蓋煮去四分鐘 之後開蓋 反轉牛餅 和用鍋鏟輕輕壓扁去少少 再蓋著煮多去四分鐘 然後打開 調到中大火 好快把牛餅兩面煎香 就可以上碟了 常常聽到家鄉煎牛餅 其實牛餅是在順德那邊 我鄉下就不在那裡 而且看很多當地人寫的食譜 好像多數都會放魚或蝦進去 這個版本雖然沒有家鄉味 又不正宗 不過真是很容易做 遇到這條片拍一次就搞定了 而且還要好好吃 哈哈